哎 美女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我帮你推吧 不用不用 这就很轻松的 没事 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 就是喜欢绿意住人 特别是对美女 你不是我的 什么东西啊 你看 这些会计都是我们小区客户的 我只是帮忙送会帝 哦 你就是这个医生的老板对不对 没看出来啊 不是不是 我只是送会帝的 哎呀 果然穿着的人身上多好 没有没有 每个女孩子都这么甜吗 没有没有 我只是说话说话而已 那谢谢办得了 没事 那我们就先送这边楼上的吧 好的好的 哪边上 这边上吧 啊 对 好 这个是什么呀 从来没见过你们小区都这么高级的吗 这个叫磨盒 你们小区会计多的人 家门口都会安装一个这个 把会计放到磨盒袋里上所做 只有住户家里人才能打开 就保证到住户快递的安全隐私 哎呀 这东西挺好的 赚快递多少钱了 不要钱免费的 那你帮我送快递要多少钱一个呀 不要钱免费的 这也得免费啊 对 哎呀 这个挺好的 那那那你快跟我讲一讲 这到底什么情况呢 你的快递等会我帮你送了 我一百多快递 你真的要帮我送吗 送送送送 我都帮你送了 那谢谢大哥了 那我们走先去帮快递送了 那行那你帮你今天交交吧 好的 现在快递送的差不多了 我先把一杯水过来 请你喝水啊 有了 谢谢大哥了 没事没事 来 买你下喝水 谢谢 谢谢大哥 那好吧 我现在给你说说 我是这个小区的业主 我晚上是做直播的 白天也没事干 这个磨盒是我们快递一张老板弄的 现在现在上班的人也很忙 经常忘了拿快递 晚上下班回家 快递公司也关门了 之后很不方便 老板也头痛 就引进了这个磨盒 就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打开这个APP 你看看 之后我这有一个 买东西购物的 打开这个 之后把东西放到购物车里面 之后之后跳转到我们一秒到家APP 你就可以免费送件上门了 就这么简单吗 是的 就这么简单 现在这个磨盒已经打开了 淘宝 京东 拼多多 这个平台都可以送货上门 然后我们依托平台 又做了很多社区服务 比如说遛狗 遛猫 家政服务 还有炮腿 外卖 都可以做 我们小区现在 有个大叔 平常就送孩子 之后放学也没事干 帮人家做 扔垃圾的服务 给住户包月 一个月三十 每天早上去帮帮扔垃圾 下午做做炮腿 都给住户买买东西 你们这个平台一定厉害 不过炮腿业务不是美团之内都在做吗 你们还有市场吗 这你就不懂了吗 我问你 快递免费帮你送到家里 你愿意吗 我肯定愿意 那你不就会长期使用这个APP了吗 对哦 然后你平时生活上的需求 你在这个APP上都有 因为小区 现在人员在做业主也比较放心 而且价格比美滩和炮腿都要便宜 优势不就出来了吗 有道理 这个平台确实很厉害 那你这样送送快递 一个月能挣多少啊 我就下午送一下 大概一天大概送个100多个快递 每个快递赚一块钱 一个月也就四五千块 哦 那这个收益很好啊 那我也要干 那不行 你这不跟我抢饭吧 我这赚的都是小钱 老板才赚钱 我们这个小区 老板一个月能赚2万多的 我跟你开完现在美女 要不你把你们老板联系方式 推我一个 我回头也去我们小区推广一下 那你先帮我把快递送完呀 行行行 先送快递走 好好好走走走 快递我们帮他去忙吧 好 你好